台中购物节去年圆满结束 为了让活动越来越好 台中市府随机对民众 进行满意度调查 发现超过九成的民众 支持继续举办购物节 而购物节从第三届开始 就推出铺三亿的现金豪力 调查报告也显示 现金奖最受欢迎 下一度高达86.9% 除了吸引暂定民众外 也有不少外线市游客 特别到台中消费要抽奖 我们台中购物节的奖项非常多 超过7万笔 超过7万笔奖项 从3000块到10万 到百万 到千万的豪宅 这个都有 所以我们这个奖项是 全国办购物节里面最多的 所以这个吸引大家来 而且中奖的几率也蛮大的 金方局长表示 台中购物节满意度高 有三大主因 包括了活动奖项 据吸引力 活动调整打公平性 还有各项规划满意度加 希望今年活动延续热度 再现消费盛况 TVBS新闻 李正成了反映台中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